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儒家的反对派,他就是墨家,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明宅,相传原来是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人们可能以为他是读书人出身,其实不然,他是工匠出身,有一双勤巧的手,有制造机械的技能,并且懂得军事,墨子自称贱人,但对诗,书非常熟悉, 他曾经学过儒学,只因不满他繁琐的理,后来才另立心说,提出飞儒的主张,和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学派不同,墨家学派的成员多半和墨宅一样,来自下层社会,出身于平民小生产者,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住的是低矮的土房,屋顶上盖的是没有修剪过的茅草,他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用豆叶子做汤,盛饭用泥土碗,盛汤用瓦器, 夏天穿粗马衣,冬天披露皮袄,墨家的成员就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他们互相救助,严守纪律,服从首领,如果在别的诸侯国做了官,要把俸禄的一部分交给墨家团体,谁的行动违反了墨家精神,谁就可能被召回,墨家的人死了,只用三寸厚的铜木板做个简陋的棺材, 丧礼也非常简单,以上就是墨子提出的节用,节葬等主张,也就是节制生活用度,反对铺张浪费,办丧事要节省人力和物力,这些都是对贵族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墨子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强调更勤者生,不更勤者不生,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劳动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基础, 墨子死后二百多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字序中引述了他父亲司马坛对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其中对墨家的评价很高,司马坛特别肯定了墨家强者节用的主张,虽然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但墨家的这个主张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也是他胜过别人的地方,后来,人们就用人给家族这个成语,来指人人温饱,家家富裕, 人给家族就是人人保暖,家家富裕,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小康社会,墨家强者节用的主张,也就是加强农业,节省用度的主张,是实现人人保暖,家家富裕的办法,这是墨家胜过别人的地方,墨子主张强者节用以实现人给家族的节用思想,使中国思想史上一笔无形财富,其蕴含的例行节俭,无论对修身,持家,还是治国,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